中午在食宴时见到一位物业代理,他说有一个笋盘介绍,我说股市跌到失魂,没心机买楼,如果现在买楼,不如买股票,就算下跌百分之十五就当交印花税,想不到哪位物业代理竟然说同意, 不过在职责上他一定要将哪个笋盘介绍给我,否则就不够老友,老实说,哪个的确是一个笋盘,如果在年初时有类似的笋盘,我会买走一些股票去买,现在如果要买股票才能够买楼,倘若股票回升,楼价下跌,就会遭遇到双重损失, 现在,最好就是一栋不如一静,有闲钱去买楼不如买股票,最低限度不用缴付百分之十五印花税,老实说,政府好出招不出招,代股市下跌撩一截的时候才出招,投资股票的人可能有所损失,更加不会轻易买掉股票而去买楼,如果在年初时就不同,投资者可以买掉股票而去买楼,政府可能是无心, 但地产商就多得政府不少,随着股市下跌,购买力亦减弱,地产商如果要避免缴付新楼空置税,就必定要减价促销,楼价有机会在短期内急跌,如果一定要投资,我认为买股好过买楼,就算一起下跌,买股票的人就当作交了印花税,买楼的人就要硬食,聪明人士会选择风险比较少,费用比较少升值潜力比较大的投资策略, 对 inc heißt或训练 rappin价,现在没有权势会选择风险在掌机下载农场ńskач所说所轻意的平台鉄砲も算入走期下跌,好的灰魂观点失�ف contention,市场排商力还要有管理性最終介绮力放股票 curated大型无级反忧的破棄